1949年,蒋介石带国民党残步败退台湾,在经营几十年后,已经将台湾打造成了蒋家的后花园。在蒋介石的设想中,蒋家虽不一定能反攻大陆,但在台湾雄霸一方,绵延百年还是没有问题的。 1978年,在蒋介石死后几年,蒋经国依靠着蒋介石留下的资源,成功当选为台湾地区的新任领导人,但蒋经国始终病魔缠身,身体也是日渐虚弱,他思来想去,也决定效仿自己的父亲给儿子破好路,玩父死子祭的套路。 蒋经国认为,父亲蒋介石和自己已经将台湾经营了几十年。想让儿子当上领导人,简直是一如反掌,然而,一个意外的发生,却彻底葬送了蒋家王朝,以史未静,可以置心涕,以人未静,可以名得失,欢迎订阅老海说史。 挑选接班人,1978年5月,蒋经国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,但与其他刚刚当选的领导人,考虑政治,考虑经济都不同,对蒋经国来说,最重要的事情是挑选台湾地区下一届领导人,按理来说,刚上任就选接班人,这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情,如同古代刚继任的皇帝就要着急立处。 蒋经国为何要这样做呢?其实,蒋经国也并不想这么做,但自己的身体恐怕支撑不了几年了,六十年代初,蒋经国确诊糖尿病,这个病是蒋经国生母遗传而来,不要说在那个落后的年代,即使是现代,也很难彻底治愈糖尿病,到了七十年代,由于事物繁忙,压力大,蒋经国又染上了新的爱好,吃。 但是,对糖尿病而言,最重要的就是控制饮食,如果不控制,病情只会越来越严重,但在蒋经国看来,自己现在公务繁忙,压力这么大,吃喝是少有的解压方式了,哪还管什么身体健康。 医护人员苦言相劝,蒋经国只是说道,我的病由你们负责控制,我吃东西则由我自己负责。 在长时间的放纵下,蒋经国的糖尿病愈发严重,到了当选领导人的时候,病情已经击中难返了,深知自己身体情况的蒋经国决定定好接班人。 蒋经国年少也是个花花公子,有五个儿子,其中两个是跟外面女人生下来的,是私生子,定私生子为接班人,显然有损蒋家的名声。 因此,蒋经国将视线看向了另外三个儿子,蒋孝文,蒋孝武,蒋孝勇,众国常说隔背亲。 蒋孝文作为蒋经国长子,从一出生就受尽了蒋介石的宠爱,蒋经国希望通过严厉的教育让蒋孝文成长,但却都被蒋介石所阻拦。 蒋介石总是对蒋经国说,你不应该用这么粗暴的方式对待孝文。 要用温和的方式教导他,在爷爷的溺爱下,蒋孝文很快就成为了一个顽固子弟,在学堂里念书,他辱骂老师,逃课更是细以为常,带着几个小弟整日在大街上晃悠,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,看着儿子这样,蒋经国叹息道,总有人说清朝八旗子弟都是败类,我还以为是恶意诽谤。 现在看到儿子这样,我才明白政治家族带给后人的不止荣耀和恩惠,还有不思进取的懒惰和骄横跋扈的性格。 儿子如此纹固,显然读书是不行了,蒋经国将他送到军校。 希望军事化的管理可以改改他的性子,但蒋经国的愿望又一次落空了,蒋孝文去军校学习后,公然大骂教官,违反军校纪律,被退学, 如果他不是蒋介石的孙子,早就被教官送上军事法庭了,看到长子如此不争气,蒋经国也放下了选他为接班人的想法,转而将目光投向了蒋孝勇,蒋孝勇自有聪慧。 更重要的是,和两位哥哥相比,蒋孝勇的表现堪称乖巧,中学毕业后,蒋经国语重心长地说道, 孩子,我希望你可以进入军校,为蒋家在军界打出一片天地。 懂事的蒋孝勇也没有多说什么,当即点头答应,去了军校后,蒋孝勇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十分优秀, 私下闲聊时,军官们总是会说,他和蒋孝文真的是亲兄弟吗? 那么纨绔的哥哥却有这么优秀的弟弟。 但是,蒋孝勇却并不开心,到了军校后,他逐渐发现自己对军事真的没有兴趣, 努力学习也只是为了回应父亲的期望而已,在一次日常训练中,蒋孝勇意外将脚扭伤,经过医生诊断,蒋孝勇不适合再进行高强度训练了, 趁着这次机会,蒋孝勇也向蒋经国说出了自己的想法,想去经商。 不想进去军界,看着蒋孝勇如此坚定,蒋经国也只好答应,在蒋经国的支持下,蒋孝勇后来在商界也混出了一片天, 但说到底,蒋家是政治家族,不是商人世家,政治上还是要有人接班的,既然大儿子小儿子都不行,也只能让二儿子蒋孝勇来接班了。 然而,蒋经国没有想到的是让蒋孝勇接班,不仅没有延续蒋家的辉煌,反而将蒋家彻底拍进了历史的尘埃里。 江南岸,蒋家对台湾的家族是专制统治,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,也包括大洋对岸美国的一个作家,刘一良。 刘一良是台湾日报驻美国的记者,而在美国暂居期间,刘一良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,写了很多抨击蒋家和台湾政坛的文章,在台湾和美国两地也有一定名气。 然而,1984年10月15日,一条新闻却占据了台湾报纸的头版。 今日凌晨,刘一良在清晨上班的途中被人枪杀在四家车中,身中三枪,当场毙命。 顿时,民间一片哗然,如果说这件事在民间只是一时的热点,那么在政坛高层的人眼中却是惊天大事,因为刘一良的身份并非记者这么简单。 而美国的心思也没有那么单纯,刘一良原本出生于大陆,17岁时,国民党军队败退台湾,刘一良觉得以自己的才能必然得到国民党重用,也就跟着去了台湾。 果然,到了台湾之后,在国民党邀请下,刘一良前往政治学校学习,毕业后在国民党情报部门工作,1967年,国民党情报部门决定对美国进行渗透,经验丰富,对国民党忠诚的刘一良伪装成记者,被派往美国旧金山,明面上是记者,暗地里却一直在收集美国的机密情报,常在河边走。 哪能不失血,在一次情报交接中,刘一良和线人被FBI抓获,落到FBI手里,结局往往是受尽折磨致死,但出乎意料的是,FBI没有第一时间拷打刘一良。 反而对他说,你是否愿意当我们的线人,为我们提供台湾的情报,台湾情报部门能给的待遇,我们只多不少。 如果你同意,我们也只能秘密处理掉你了。 在FBI一手大棒,一手甜枣的游说下,刘一良答应下来,如此一年后,在美国居住了一段时间的刘一良,逐渐发现了美国的民主自由,台湾的专制腐朽,内心里成了精神美国人,作为双面间谍,他同时可以接触到台湾和美国的机密情报,根据这些情报,他以江南为笔名。 写了一本《蒋经国传》和一些评议台湾时局的文章,其实在文章中,虽然有很多对蒋家、台湾政坛的抨击,但也不乏对蒋经国的夸赞。 然而,在蒋经国看来,在自己给蒋孝武铺路的关键时刻,刘一良发这样的文章,会大大折损蒋家和国民党的声誉,这就是故意要跟自己作对,蒋经国派人找到刘一良。 对他说,民众往往只能看到政坛坏的一面,你写的《蒋经国传》一旦出版,只会造成台湾政坛的混乱。 刘一良反问道,所以你们找到我想做什么? 那人说道,希望你可以放弃这本书的出版,并将书稿毁掉,为了表示感谢,我们会急于补偿。 刘一良在思考片刻后,答应了他的提议,可没想到的是,刘一良当时的确没有出版《蒋经国传》,却并没有毁掉书稿, 并且,他依然写着在蒋经国眼里抨击台湾当局的文章。 让蒋经国大为恼火,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应对刘一良的抨击,保持台湾民众对蒋家的支持呢? 蒋经国犹豫不决,蒋经国的犹豫都被蒋孝武看在眼里,他对心腹说,这种小事,不值得父亲劳省苦思,我来解决就是。 那么该如何解决呢?蒋孝武的答案是,直接解决掉刘一良,让他彻底闭嘴,详细过程,我们已经难以知晓。 但可以确实的是,三个台湾黑帮成员前往美国,埋伏在刘一良家附近,在那个清晨,当场击毙了刘一良、蒋家王朝的覆灭。 在刘一良被枪杀之后,美国政府精神一震,立刻意识到,机会来了。 美国早就看蒋经国不顺眼,在任内,蒋经国借着民主化改革的理由,虚弱美国对台湾的影响。 除此之外,蒋经国延续了蒋介石执政晚期的外交政策,寻求和大陆的外交正常化。 如果任由蒋经国继续执政,两岸真有可能走向统一,这是美国政府不想看到的,但强龙不压地投舌,纵使美国在强势。 没有一个正当理由,也不好直接下场干预,现在,这个理由来了,在美国政府的引导下。 多家媒体立刻对江南案跟进,时代周刊更是破天荒地开了专题报道,随时跟进此案的最新进展。 一时间,铺天盖地的舆论发酵起来,既然舆论已有,那下一步便是抛出凶手。 几天后,美国警方给出了结果报告,在报告中,明确指出了刘一良对台湾的抨击, 让台湾当局动了杀心,群众一片哗然,铺天盖地的舆论顿时压向了台湾当局。 同时,美国也宣布会继续调查策划者,并表示希望查到后台湾方面可以严惩,眼看事情将要败露, 蒋孝武决定将参与这件事的人都抓起来,秘密处理掉,这样就不会查到自己头上了。 当晚,蒋孝武派秘密人员将所有相关人员抓获,然而,他不知道的是, 有一个参与这件事的黑帮成员,早已携带证据,逃亡国外,在蒋孝武自以为处理掉所有隐患后, 蒋经国向社会公布了台湾的调查真相,刘一良与台湾政府官员有私人冲突,官员心生不满, 于是买凶杀人,在这个真相中,蒋经国将蒋家和国民党抹得一干二净, 然而,就在事情要盖棺定论的时候,那个逃出黑帮成员却现身, 将一份录音带交给了美国政府,在美国政府受益下, 美国广播电台公开播了这份录音带,在录音带中, 记录了台湾情报部门与黑帮密谋,杀害刘一良的过程, 如此,江南案终于大白,蒋孝武下命令。 国民党官员负责策划,黑帮负责实施,最终杀害了刘一良, 蒋经国看到美国已经公布了有理证据,也不再辩解, 只想极力撇清蒋孝武与这件事的关系,自己也没有几年可活, 名声好点坏点也无所谓了,但他还希望蒋孝武可以继任, 但美国显然还不打算放过蒋家,在美国媒体的炒作下, 台湾民众对蒋家厌恶到了极点,与此同时, 国民党本土化和民进党台湾非蒋化也在内外挤压着蒋家, 在反对蒋家的党派成员带领下,台湾民众走上街头, 高喊着让蒋孝武偿命的口号,在民意面前, 蒋经国即使再不甘,也只好放下传位给儿子的想法, 他在媒体面前保证公开选举,并且不支持蒋孝武竞选, 1988年,蒋经国离世后,李登辉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, 在台湾持续几十年的蒋家王朝,因江南案就此成为了历史,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留在评论区, 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,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,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,我们下期见。